议员关心大林浦千村计划 市长陈其迈14日备询说明 目前千村计划送行政院核定中 若在千村执行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计划皆可滚动式检讨修正 他也承诺市府会保障千村居民住的权利 应该是这样讲 这个计划没有说一核定 就是以后都不能修改 任何法律也是一样 但是总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计划 所以他总是在行政的程序上 核定之后 那假如在执行的过程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计划再做修正再来做检讨 所以你的第五次全村说明 会在核定前还核定后 整个计划的纲要计划的内容 譬如说千村的原则 这个还是要到了一个 再充分几次的四次 然后里长也开礼民大会 他们也有反映了很多问题 我让陈议员都很清楚 一次改一次一次改一次 那收集更广泛的意见 包括渔民的权利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想越来越 这个 在整个计划 有关智慧城市发展及资讯专则局处的成立 陈情外说明 高雄在智慧城市的推展上 屡获国际大奖 在多家杂志评比皆为六都首位 除原有资讯中心 也另外成立智慧城市委员会 及下设智慧城市推动办公室 来征补人才 那因为我们现在局处有32个 已经达到法规的这个上限的局处数 所以我们也在检讨说 其他的这个组织 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 那资讯局其实 确实是非常的有必要 除了说在整个城市的治理 还有在整个资安等等 相关的这个条件 那也是破胎媒解要立刻来成立 所以我们也会根据 许议员的一个意见 来让整个资讯局的成立 跟组织的改造能够加速 那第二点说明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高雄市 除了说原来的资讯中心之外 那我们有成立一个 智慧城市推动委员会 以及下设的KPMO 一个智慧城市推动办公室 成立资讯专责局处 有益于城市治理 及资安相关业务的推展 目前市府32格局处 已达法规上线 将积极检讨组织调整的必要性 以尽数规划成立相关局处 我在听高雄市里 用选择